看着他有点眼熟 吊丝男士里面演过几次 两集 连续两集有我 那是你吗 对对 那是我 这是尖闭侠吗 对 尖闭侠 有一个镜头是 有人拿大喇叭喊赵燕燕燕 然后跑去前面 就这一个镜头 这是和大张伟和白凯南 合作一个真人秀 然后这是这个吊丝男士 我在大朋友旁边边吃边哭 这时候还没哭 你哭一个我们看看 不是 那个哭不真哭 就要干嚎 干嚎 你嚎一个我们看看 就这么干嚎 就这么干嚎 来 聊一聊 为什么来北京 因为有一个明星梦 曾经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是一个电力公司的工人 一个月好几千块钱 然后就有一个明星梦 就死活就想来北京 来了多久了 07年来的 快十年了 这十年应该过过不少苦日子吧 是 每天都住网吧 每天住网吧 现在还住网吧 对 北京的所有网吧 我都比较熟 你是网吧小王子啊 不能啊 你都来了快十年了 你怎么还不租房子呢 因为一是不想做房奴 二就是我挣那个钱 根本就不够租房子的 网吧怎么能允许你住在那呢 就是通宵啊 每天晚上通宵刷页 那你不睡觉的吗 睡 上面也看一些资料 然后下面也就睡 所以你付费给网吧在那儿 对 二十块钱到二十五块钱不等 我所看到的经历啊 确实挺艰辛的 这上面写你吃过的最贵的饭 是好轮哥 对 是吧 有一次献完血 然后拿着补助 就去吃了一顿好的 还献血啊 你献了多少血了 400cc能给几百块钱 也够花几天了 今天正好到期了 明天就可以又献一次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你什么支撑着 你一直飘下去呢 就是有一个明星梦 就死活想 想出名 想红 想火 想当明星 你觉得这一头 我现在梦醒了 我想回归正常 不想飘了 飘够了 然后想来找一份 比较正常点的工作 那我问一下 你现在家庭情况怎么样 你肯定没有成家吧 对 我父母离婚 然后我爸又找了个女的 带个男孩 然后我就是多余的了 然后反正是我就多余了 但这十年 你除了做演员之外 你难道就没有做一点 与职场相关的工作吗 最近的一份工作 就是北京电学院 一项出版社 影视经济部的 独立经纪人 独立经纪人 从经纪人助理 做到经纪人 再做到独立经纪人 独立经纪人 那你手下有艺人吗 你到目前为止 牵过新人 但是没牵过明星 没有牵过明星 你牵过几个新人 新人都是一些 刚刚来北京的 有明星梦的 都是你去发现的吗 对 你今天要求的 应聘的传媒类 是什么岗位 你第一一下 因为我离开职场 十年了 我几乎没有什么 职场经验了 你是什么岗位 我岗位就是 我看各位老板 觉得我什么合适 我就来什么 说句实在话 如果你要再这么 聊下去的话 真的不知道 有什么岗位 可以给你 我问你 你想去哪个公司 你有准备吗 一个是咖啡之意 然后它有熊样的 这个品牌 我或许有可能 适合代言这个品牌 熊样 杜海涛干嘛去了 我和杜海涛合作过 拍过戏 然后你可以给她讲讲我 还有美拉 美拉因为是在深圳 因为我去过深圳 喜欢深圳 所以北京 这也能成为理由 对 北京太冷了 我想 这也能成为理由 是 是 是 不想在北京混了 你想去过冬 对吧 我想去深圳 比如说你刚才说 你去神仙姐姐的公司 你觉得那个熊样 适合你 你可以做她的代言 那你到我们公司 你能做什么 做经纪人 做什么的 你之前经纪人 你不是都拉不到 这个艺人吗 那你这个为什么到美拉 你就可以做经纪人了呢 有什么区别呢 你自己就是说 总结了什么经验 我能拉来艺人 只是没有谈成 能拉来艺人 那还是没拉来 这不是有什么区别呢 有美女的支撑 我是动力啊 来来来 这样再聊下去 今天就垮了 这样好不好 给你一个简单的任务 我怕你过不了第一关 给你简单的一个任务 演一个角色 本来我准备好我自己的了 我不要你准备好的 我要考你 不是 我已经梦醒了 我不想再演了 我想找一份靠谱的工作 结束漂 回归正常 我今天是来 你自己不是还准备了一段表演吗 不 我今天是为我这五年来 演艺生涯 画一个句号来总结 完了以后 我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来正常生活 那你这样 我今天不是来秀的 我不是来秀的 那就让他做演 他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的是什么 我准备好的是一个 以前演过的一个 就是游戏冠军 他天天泡网吧 然后不睡觉 最后得了游戏冠军以后 他想笑笑不出来 他只抽抽这种的表情 来来来 来来 就这种 你得举起我手来 你宣布我得冠军了 我宣布你拿了冠军 然后举起我手来就完了 我就举一下我就跑了 不是你举着 一直举着 一直要举着 一直要举着 出就完了 你得 谢谢 好 现在郑重地向大家宣布 本届的游戏冠军得主 就是他 好 好 你这看不出来高兴 就看抽抽了 他就没有台词 就是这个 就一直这么抽 没了 这个马上有可能中风 我觉得我们这种情况下 应该马上要急救 有这种中风的前兆 是你表现出不出来那种高兴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看着就像一个要主动的人 就是这样 我这样 我帮这个 因为马上要做选择 这个我帮12位boss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在过去 说实话 你身上所展现的这种 对梦想的执着 还是挺令人钦佩的 虽然呢 就是在整个舞台上 被各种问题 基本上现在有一种 蒙圈的状态 那么这个 我想问一个问题 很具体 就是你未来两个场景 画面感很强的场景 一个是你的生活场景 一个是你的工作场景 很具体 我坐在老板椅上 生活场景 生活场景 躺在床上 因为我十年没睡床 管中刚才聊了很久 虽然是充满了欢笑 其实这背后 我认为 他这十年 确实是有他的艰辛的 就像刚才老师所说的 有一个明星梦 虽然现在醒了 但是你为之付出了努力 包括我们曾经看过的 你刚才的那些个角色 我相信有很多角色的背后 是有心酸泪的 所以说 到第一轮选择之前 我再给你简单的 一分钟时间 拉票也好 又或者是一些 别的想要表达的也好 我们第一轮就选择 好不好 我只有一句话 我现在身上 还有这些钱 如果我要不找工作 我明天就饿肚子 我希望你们 能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 我把钱撒到地上 来拨通钱的时候 就放低了人格 一个人可以懒惰 但不能放低人格 尤其是在异地他乡 求生存的时候 尊严是第一位的 然后生存是第二位 先把钱捡起来 那个 至于吗 不不不 我想说两句 观众 我特别想 因为我听你这么面试 特别有感觉 因为咱俩同岁 你知道吧 但是今天你居然 最后拉票的方式 是用了这么一番话 我相信会有老板 因为同情留下来 但我相信他不会是 认同你的技能 但是毕竟你这三到五年 还是在一个行业里 亲吻了的 我觉得经纪人助理 这方面 你是可以考虑 并坚持下去 而且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拿那剩下的钱 去买本书 我觉得今天 你如果把自己 还看成一个男人 你尽量分辨出 哪些工作是可怜的 哪些工作是真的 用你的长处 好吗 不 他扔钱那个环节 我说狠一点啊 我认为你注定一事无成 注定一事无成 就是能用怜悯来进入职场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 我认为你注定一事无成 我永远记住 刘家有那句话 你注定一事无成的 打击太大了 这句话我爸也跟我说过 把我说得一无是处 真的 小伙子 如果你今天 你不从这一件事情中 充分醒悟 你把自己描绘成一副 相当不堪的样子 我十年没算过睡过床 他不是描绘成相当不堪 他本身已经很不堪了 对 但你有没有想过 哪管你努力一点点 你都过得不至于这么惨 然后最后那一幕 当你扔钱的一刻 说实话 我的心是 我觉得我肯定把不了你 我觉得他之所以 不断地去选择自己 去当个演员 还是被自己人生的放弃 他整个核心就是我懒惰 你是有学历的 至少你有折高的学历 但你放弃了 你是懒度 37年来 无以生存 并不是你有一个 演员的梦想 这个梦想是害自己的 我想改这个 我的坏习惯 但是没有人用 什么坏习惯 就是懒 然后就是 不求上进的 这个坏习惯 我想改 但是我改了 没有人用我 我希望能有人用我 就是来的原因 问题就在这 不需要有人用你 靠天 靠地 靠父母 靠老板 不如靠自己 在北京找一份 月收入七八千的工作 我这么来讲 只要你肯吃苦 出门 又拐 是吧 顺风快递 什么快递 随便找一份 至少能够保障你 晚上不用睡访吧 至少能够保障你 每天吃上热饭 热汤 热菜 是吧 至少能够让你今天 活得比别人 在这个城市里 过得相对有增远 说白了 你不尊重自己 你没有自尊 你以为这是一种真实 其实这不是真实 真实不是一种发泄 而真实是知道 自己的困境之后 袒露于天下 并且勇于去改正 这叫真实 你不可能说 你看 我就这个样子 你要不要吧 这不叫真实 这叫虚伪 你被你自己的真实所感动 其结果还是虚伪 你太不尊重自己 你不尊重你过去的十年 你不尊重你睡了那么久的床 你不尊重你曾经 经历过的那样的家庭经历 爸爸自从有了 另外一个女人和孩子之后 你就逐出家门 你从来不尊重自己 曾经受到过这些苦难 最后还能谁尊重你呢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第一轮选择 取贿 来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 谈钱不上感情 来 有请冯毅和黄基明 写下你们的薪酬 然后说出你们提供的岗位 负责我们在网络上去发掘 培养和招募网络的红人达人 帮助我们去推广我们的品牌和产品 我觉得就是说你是一个很能吃苦的人 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你相对还是比较执着的 就是你追那个演员的梦想的话 追了很多年 努力地去工作 最终的话能够再是找到自己的位置 黄基明 你的职位 你的职位是 我觉得人一定要踏出第一步 销入岗位 要在岗位的深圳 在工作的第一个月 能不能帮我吃住 公司有餐补 中午的餐补 但我们的确是不帮住宿的 我这边那个 可以把你跟我们的深圳 有一些那个工员 在一起先安排住的 没有问题 能问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吗 因为他现在都是没钱了 没钱了吗 因为我身份和居无定所 那是谁造成的 我 管中 你要尊重你曾经饿着的时候 你要尊重自己 风餐露宿的时候 你要尊重自己 没床睡的时候 如果你早点尊重这些 你就会珍惜这些受过的苦 你就不至于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有两个机会 摆在你面前 一切靠自己吧 考虑15秒钟 心默科技 幽慢家访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幽慢家访